哈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9man Starcraft 那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如何来录制影片 那会来做这一段影片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MSI 微星杯暗黑激动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因为这个例行赛需要大家把打boss的这个影片的过程录影上传 所以我这边作为一个简单的教学 如果你本来就会录自己的游戏影像 然后做上传的话 那当然就不用看这个影片了 那如果你是参赛者想要参加比赛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录影片的话 那这个影片可以简单的来教学你怎么样子录影片 然后怎么样子上传 那我在这个影片当中会教各位两种方法 那这两种方法都是我自己本身很常使用的 录制影片上传的方法 那这两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 我大概分析给大家听 那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最直接的直接录影 那直接录影的方法 那直接录影在上传 它的优点在于是你录下来的影片画质是最好的 基本上像我现在使用的是FullHD的解析度 那录出来的影片就会是FullHD的 但是缺点就是第一个它档案非常的大 第二个它需要花长时间的这个时间来做转档 大家如果做过影音转档的话就知道 第一个很刺CPU 第二个很花时间 基本上一台电脑如果在做转档的时候 基本上那台电脑是不太能够再去做其他功能的 不然你转档可能会当掉 或者是转出来的档案有问题 好马上为大家教学今天的第一个录制影片上传的方法 首先来去下载这个很多人用的这个软体叫Fraps Fraps的话呢它有试用版跟正版 那这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正版 那试用版的话录出来的影片可能会有这个logo 那这一个影片的话我们开打开来的话会有几个选项 那像FPS那这个字在做这个benchmark 那我用不到我们基本上是用movie这个选项 那movie这个选项可以看到这一边 Forder to save movies in 这个就是说我们录出来的影片要放在哪个资料档 那我预定是把它放在1槽的recall这个资料档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放在哪个资料档 按这个Change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快捷键 就是说呢我现在又还有一件预设是video capture hotkey 就是说我现在按下F9的话就开始录影 然后你要停止录影的话再按一下F9就可以了 那我预设是F9啊那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快捷键 那还是建议设F1到F12 不然你如果设其他英文字的话很容易误按 所以这就是按F9 那这边是几个选项像 Sound Capture Settings 那基本上recall win 7 sound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作业系统的声音直接录进去 也就是说我在玩游戏的话 游戏的背景音效直接录进去 那如果你要麦克风边讲边录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recall external input 那这边也要打勾 就是它会自动把麦克风的声音录进去 然后同一时间这个是设定你的FPS 就所谓的帧数 每秒录的这一个张数 那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 就是你的帧数越高 你拉回录出来档案就越大 那转档起来越花时间 那这边建议大家还是选30 因为你基本上你的帧数如果低于30的话呢 这影片的这个流畅度可能会有这种顿顿的感觉 累的累的感觉 所以最少要30啦 我建议大家30 那你要更高的话我也不反对 只是你的硬体的这个规格要能够追上 好了这是FPS的功能 那基本上呢 我不会各位示范了 因为我现在录的这个影片 我录的这个影片不是用这个FPS 但这个也是不错的影片 基本上你就按下F9 然后开始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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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完之后再按下F9它就停止录 那录完之后呢 因为FPS录出来的影片档案非常的大 它会自动帮你切割 它自动帮你切割成四五个档案 开给大家看 像是 这个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边就是我刚刚录的 那是我之前今年四月份录的 你看他每大概两分钟左右 最自动切割成一个档案 而且因为我是录FHD的解析度 1080P的解析度 所以每一分钟的大小高达2GB 所以你这样录的话 自己抓一下时间就是至少硬碟空间要50GB的空间留给他录 因为这个录制的方法前面就提到 它的优点是解析度非常的好 画质非常的清晰 但是缺点就是非常占档案 非常占空间 而且你需要好的一个效能来做转档 那这是录的资料夹 那我们有录的档案之后 因为它每个都一小段一小段 所以我把它做合并 那合并的话呢 当然有很多转档软体了 那我自己使用的是Sony Vegas这一套软体 那因为刚好我朋友有在做影音剪辑 所以他就推荐我这套软体 那这套软体 我现在重新开一个新的 重新开一个新的专案 直接算了 关掉重开好了 等我一下 这里边把它开出来 还要跑一下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open open 选择 就是我们要把合并的影片全部都选择在一起 那假设我要把这五个影片 合并在一起的话选择一次可以框五个 把它选起来然后选open 然后open之后呢 又把它combine在一起 所以这一边 不用它当然Sony Vegas可以加很多特效 但是我们不要求我们比赛的影片直接把它 combine 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把它合在一起 就选这个rendern as rendern as 然后这边是选你要输出的一个资料夹 然后这边可以选答案格式 其实各种格式有各种不同的优缺点 那要花时间来解释会花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强项 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就选default 就是最常见的一些规格 比如像windows media video v11这个就是米字点wmv这一个 然后选 我建议大家至少选720 然后25的这一个 25p是每秒25的帧数 然后720是解析度 那当然你要上到1080 我也不反对了 但是现在720跟1080都是很好的解析度 那直接就按save save之后他就开始rend 他就开始把这个档案rend 那当然要花很多时间 我这边就不等他 不等他rend好了 这边直接先cancel掉 那基本上呢 假如说我刚刚rend法师存在桌面的话 到时候桌面就会出现一个影片 你就把这个影片直接上传到YouTube就可以了 我这边看YouTube给大家看 好这是我YouTube频道 那你这边选上传 然后上传的话 因为我们的比赛是比说谁刷王最快的速度 所以通常应该不太可能超过15分钟 现在的YouTube是每一个新账号 都可以上传15分钟内的影片 那当然如果你的账号是长期有在上传 影片而且没有一些版权的一些纠纷的话呢 你上传影片是可以超过15分钟 像我的账号是可以上传 两三个小时影片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这不是这不是重点啊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这边就是你的账户 现在已经可以上传超过15分钟影片 那不是重点 因为打王不太可能超过15分钟 你要得敏的话 打王打超过15分钟的话 可能得敏的这个机率不高 所以我们这边从电脑中选取档案 然后就直接桌面 随便抓一个档案直接上传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就不做上传的一个画面给大家看了 当然大概试一下 当然你要有YouTube账号 只要自己去申请 好的 那以上是这个 第一个第一个影片上传的方法 然后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二个影片上传的方法 那这个影片上传的方法也有一点复杂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会直播的话 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学会了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个是我们直播软件 Expillet 那如何做直播 我之前在我的频道也有做一个教学 那待会我可能会在右下角做个快捷键 大家可能在右下角直接点过去可以做教学 那如果你本来就会做直播的话 非常建议你直接用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非常的快速 就是你同时在做直播 不管是直播到Justin或是Twitch 那你开完直播之后 会有一个所谓的记录档 我找这个记录档给大家看 像是我现在在做直播 那我可以看到这是我的直播频道 这是我的直播频道 那我看到直播频道往下拉 往下拉的话 这边就一个你的刚刚直播的记录档 然后我们这边就给它点下去 那点下去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登录 所以我要先登录自己的账号 然后 我先 好 那基本上我登录了之后 这是我的账号自己登录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齿轮 点下去 有一个Upload 那Upload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刚刚录下来 用直播录下来的画面 直接上传到YouTube 当然它会要求你的授权 你就允许存取 管理你的YouTube账号允许存取 你就让它允许 然后设定 就是它这边是要设定说 Twitch跟你的YouTube账号绑定 那绑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传 所以这个方法的好处 在于是你不用再做转档 也不用再做影片的合并 而且这个上传也不用再花时间做上传 因为刚刚忘记提了 你如果用YouTube上传的话 你在上传影片的同时 你的网路因为它会把你的上传频宽全部吃掉 你的网路是接近停满的状态 所以你在上传影片的同时 但不像转档 像转档的话可能连一些文书功能都不太能用 那你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可能还可以用文书功能 但是就不太能够打游戏 或者是使用网路 那你用这个方法直接齿轮 然后Upload上传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从Twitch后端的伺服器上传到 Twitch或是Justin的伺服器从后端上传到你的YouTube帐号 那这样的话是不用用过你的网路 所以你基本上就省下了合并档案的时间 还有转档的时间 还有上传影片的时间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审时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解析度不会来的 像我前面第一种介绍用Flaps录的方法这么好 好了那总结一下今天就要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用Flaps录影片 Flaps录影片的话 我们要先有Flaps这个软体 然后录完之后呢 我们去录的这个资料夹 它就有很多个小影片 因为它档很大 它自动分割 然后就开一些转档的软体 到这边示范的转档软体是Sony Vegas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影音剪辑软体也可以使用 基本上就只要把几个小档案合并起来 然后转档做一个Render 然后把那个档案上传到YouTube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的话直接做直播 那你在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在直播里面做 你想要录影的一些游戏画面 包括了打王的一些过程 然后录完影之后呢 直接用Justin Twitch Justin或者是Twitch内建的上传 就可以直接上传了 而且它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 因为当然我们刚开直播 我可能前面在测试 请别人帮我听说有没有声音吗 所以可能前面会有些不要的画面 我们可以先剪接 这边有个highlight 我们可以先剪接 教大家怎么剪接 真的是非常好用 科技在进步 那这边就剪接 就start跟stop start跟stop 然后你就做简单的剪接 你要在哪里start 点过去然后按下start 然后在哪里做ending 就按下start 就可以剪接 你剪接完的影片也可以做上传 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那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教学的两种方法了 那大家如果对于参赛影片的录制 还有任何疑问的话 都欢迎直接在YouTube下方 直接来做留言 那会尽可能为大家做解答 那大家太专业的问题 或者是跟比赛没有相关的问题 我可能会帮你们问别人 但是不见得可能那么快 就会回复给大家 那今天教学影片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微星杯 暗黑激斗赛 你只是单纯想要学录影片的话 其实也是很欢迎来 你来分享这个影片 因为其实也蛮多会问我这些问题的 好了 那今天的教训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